如果说我今天要产生一个图表 比如说这些 这边有这么多的人 比如说这么多学生 有一百位学生 那一百位学生 如果说我每一个都想要制作那个图表的话 那以往我必须怎么做呢 我可能要先 这个地方 假设我这地方要 这个先选取一个范围 比如说上面选取 何计不选 就是选这个人的名字 然后再来插入一个什么 直条图 假设我要一个直条图 那我选取这个之后的话 它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图形 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要一百位同学 分别帮我怎么样呢 一个一个 并且另外开一个工作表 帮我贴到这边来 一个一个一个产生 而且大小 我希望多大 它就自动多大的话 就像我这边已经做好了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的话呢 我把它执行起来 图表按一个执行 我只有执行三个 它就会有桥本 高山跟钢田 那这三个人 就这三个出来 当然你可以一直往下 一百个也可以有一百个结果出来 那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做 我想第一个 你们先试着 如果初期呢 对于这个 里面的运作模式 不太熟的话 那你可以先用 透过那个录制聚齐的方式 稍微了解一下 首先的话 这里的话 有几个地方 它会产生的 比如说 我要录制一个聚齐 先在这个地方 在录制聚齐里面呢 先产生一个Marco Marco 给它一个Marco 2 OK OK 要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第一个当然你要给它一个范围 比如说这个范围 我要产生的是从A1 然后一直到E1 然后往下 等于是 必须要个标题嘛 那再来就是那个学生的名字 跟它的成绩 选取完之后 你在插入里面呢